好,认识Arduino 我们在 浏览器的搜寻上面输入Arduino R3 因为现在 今年的版本是R3的版本 然后选择图片 你会看到我们找到很多图片 我们讲的Arduino学习版通常是指UNO的版子 现在出到的是R3 那Arduino的版子有非常非常多的类型 所以不要以为只有这一片才是Arduino 如果假设你搜寻一下Arduino 你会发现 还会看到很多不一样的像这个小板子 甚至有不同的像这个另外一块 还有各种造型的 不同的板子 这Arduino的板子是非常多的 那 我们这次 上课的学习版我们是用R3的板子 今年的版本 先介绍一下Arduino的板子的一些基本的 构造 这边这一个是USB port 这是外接电源进来的 那这是它主要晶片 有一个主要晶片在这里 这是Reset 重新 如果假设它当掉的时候你可以按它 最重要的是这两排 孔洞 这两排孔洞 注意看一下这边 GDN是D级 3.5V 就是3伏特5伏特 这边会有输出3伏特5伏特的直流电 那这边有看到A0跟A5 这是类比 角位 那我们知道信号的输入输出 有类比信号跟数位信号 那A是类比 它有0到5 共有6个角位可以用 那这边是Digital的 就是数位角位 它从0到13 到13 一共有14个角位 你可以用 就看你的设计 需要哪些 所以最常听到 在使用Arduino的时候 人家会告诉你 你接D0 或者D5 听到D就是 数位角位 如果他叫你接A1 那你就知道 这个是类比信号 那数位的信号就是0跟1 类比的信号才会有直出现 这是数位的 这是类比的 那 特别注意到他这边有一个 3 5 6 9 10 11 这边都有一只小毛毛虫 有没有 这个是可以当做 数位转类比的角位 就是说虽然他是数位 他也可以输出有直 那我们会有一个 方法 让他把 从数位转成类比的一个做法 那但是只有这几个孔洞 这几个角位 3 5 6 9 10 11 可以做这样子的动作 那这是Arduino的基本 构造就这样 所以我们很多东西 我们必须在这个 角位上面去做一些 设计跟 增测 或者是输出 增测 1